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以前我有翻来翻去的那种习惯 因为我喜欢有很多位 所以手可以伸到圆圆的 脚可以伸到圆圆的 因为我很喜欢那种大大的床 然后一个人那种趴在上面 然后滚来滚去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睡了一张双人床 在床上不是睡觉哦 还有什么活动呢 睡觉啊 其实对啊 就睡觉咯 我最喜欢在床上 赖着看电视啊 玩电脑啊 看书 也会在床上吃 我知道有很多人呢 不喜欢在床上吃东西的 也不准别人在他们床上吃 可是我最喜欢 我可以在床上吃零食 看电视 看书 当然最重要还是睡觉 通常我睡觉就是 只是躺 这样躺着 然后或者是翻去右边这样 我喜欢打折睡 有时候呢也喜欢大自习 有时候呢也喜欢趴着睡 其实我的睡姿不是很好 因为我喜欢趴着睡 我都说我会翻来翻去的嘛 所以也不一定的 但是我还学不会趴着睡 我觉得很辛苦 人家说睡姿可以告诉你一个人的个性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因为睡姿就只有那几个 我想这是可能一种习惯 我不觉得说这个是反映一个性格 听说是这样啊 就是好像很没有安全感的人 就是趴着睡的 所以可能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 然后那些躺着 好像大自行睡觉的人 就是很比较开放的那种 多多少少吧 多多少少 个性有很多种的 我觉得不能这么极限于 就是睡姿就可以告诉你一个人的个性 还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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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可以告诉你一个人的个性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可能跟我们个人的那个身体的那个健康也有关系吧 因为好像现在的小孩 听说如果还会撤睡的话 我后面那个脑就长得比较圆形 比较好看一点 那个脑就不会 就是说会发展的比较好 会比较聪明 那以前我都是没有撤睡 所以 我们的靈寶 请不吝点赞 我们说明